又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上次的陀螺大家能否接到 陀螺比較簡單,今天我們會接一隻鱷魚 這個比較難度高一點,大家留心點看,接得慢一點 開始的時候我們用一張綠色的字,鱷魚當然是綠色 今天用一張大一點的字,首先把一張正面接一個對角線 我用這個大的紙,是十吋的紙,可能不是那麼多地方 可以買的,大家去找一找,有個專賣學生奴作用品的地方 就會買到這種紙,通常很大塊地買回來 接完這個對角線之後,我們留在這個接住的狀態 我們將兩個側邊接到中間線 一個側邊 反轉,又是側邊接到中間線 就是一個紙繞的形狀 打開就是一個紙繞的形狀 接著我們將這個三角形向上接 當然是要接到盡,觸摸著兩個角線 這樣,然後我們將它打開 這兩個都是打開 然後我們在另一邊做一樣的事情 又是將兩邊接到中間,好像剛才這樣 不過剛才我們就接著對摺來做 這次人打開來做 對回中間線就可以了 兩種一樣 有些人喜歡接著對摺這樣做 容易對位一點 好了 又是一樣 將它反轉 將中間的三角形接上來 又是要頂住下面的兩個角 好了 打開它 現在就開始接了 接完這些線之後 我們首先將剛才的兩個三角形 接上來 一個,然後到另一個 是一個摺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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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用奇怪 接著要留意這個步驟要分清楚方向 摺著三角形那個 將這個紙這一邊 摺到這一邊 摺到這一邊 對正的線 摺一摺 這個是指標 打開 這邊也是 這樣做 對正這條線摺一摺 好了 打開 接著 將一張紙反轉 就將左右兩邊 那兩個三角形摺過去 又是要對上角 兩邊的角位都要去到盡 就不是摺少少 對上兩個角 就一個長方形 好了 反轉 反轉的時候 兩邊關門地摺到中間 首先這邊 那摺上來的時候 後面那三角形摺自然會彈出來 你就不要摺 摺到那個摺痕下去 有它彈出來 然後就摺 那個側邊去中間 好了 再看多次 這個摺上來的時候 拉上來的時候 這個白色三角形摺會自己彈出來 我們就是要這個 效果 好 好了 接著是這樣的形狀 留意 現在的上面 都是裡面的三角形摺在上面 現在的上方 好了 接著我們反轉它 反轉它 就將頂上面的兩個三角形摺到中間 又是 這樣 摺到中間 下面都是這樣 我們要預留一個摺痕 這裡開始已經比較厚 大家摺進去之後 就摺一摺痕 否則一會用不到摺痕 如果你太小力的話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 然後 然後 回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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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仍然是三角形摺在上方 現在我們做一個動作 就是 把這個白色三角形拉下來 我們有剛才摺了摺痕就會很容易 白色三角形拉過來 拉下來 跟剛才摺痕全部 這樣效果就是 上面就會沾了 這個也是一個正方形 這個綠色的正方形 我們跟著的步驟就是 稍微拉開一點 稍微拉開一點 把裡面那一張三角形拉出來 然後整理剛才的摺痕 基本就會變成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把手放在這個位置 打開它 按平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去到這個步驟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 我們把這條邊和這條邊 這樣摺到中間 其實面上應該已經有一條痕 我們都摺一摺 應該是這樣 然後打開它 揭開一頁 揭開最面的頁 然後就摺到剛才的摺痕 進去 其實有點像摺 紫殼的形狀 現在是這樣的 我們就把它打開向上 打開向上 現在是這樣 好 這裏要留心 有些特別的 因為我們就要把這個位 摺進去大概小個三分之一 我做一次你就不明白 好 好 頂那裏要摺尖 整個角度的位置 就要大概三分一 但是小個三分一少少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頂這個位置大概是這樣 兩邊都要這樣做 頂那裏是尖的 這個是鱷魚的尾巴 小個三分之一少少 為何要這樣做呢 有原因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兩邊都是這樣 那我們就 揭過來 揭過來 揭過來一頁 揭去旁邊 揭去旁邊 然後就把這條線摺到這個位置 摺到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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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 它就是摺了兩頁 就會因為這樣 你剛才說少於三分一的位置 做得漂亮的話 這個位置就會摺得很順利 兩邊都是這樣做 兩邊都是這樣做 揭回去 然後做完之後 揭回去中間 這個就是鱷魚的尾巴 開始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難預計 那些位置 摺多幾次就會懂得怎麼預計 好 完成之後 應該是這樣的形狀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這裡是幼的 好 接著 這裡暫且就不管了 然後就 調轉 這個尾巴不要了 暫時做完 做個頭部 跟剛才那邊有點像 那就是把這個白色三連 拉下來 兩邊都要這樣做 做完這個尾巴下面之後 我們把它 這個白色三連先屈下來 否則會阻礙之後的步驟 這樣屈下來 中間有一個白色的正方形 然後我們把上面這個白色三連 拉下來 好了 很快就做了這個 做完之後 這樣的形狀 然後又是打開一點 把裡面那個 那個綠色的三連 拉出來 然後把它整理回那些摺痕 就這樣 然後又是 把它打開 變成一個正方形 這樣的形狀 然後揭起一頁摺上去上面 對摺這樣 一頁而已 頭面那一頁而已 摺上去 這個預留摺痕 把它放下來之後 我們就把上面那條線摺到中間 這次就跟剛才的摺尾巴不同 接著摺頭部 就不像紙殼那樣摺 有點像喇叭花那樣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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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們就打開它 又是摺進去中間 打開第一頁這樣摺進去中間 兩邊都是 這樣 完成就是這樣 好 然後揭去一頁 揭開一頁 揭開一頁 左邊一頁這樣 然後我們把底的兩個線摺到中間 當然要摺尖它 那些角盡量拿尖會更漂亮 如果不是很掘就不漂亮 好 這樣的形狀 然後打開它 又是摺到中間 因為剛才一開始的線 我們就 下面摺到中間 上面這個位置也是摺到中間 這樣 我們就把這個三角形 扁一點這個三角形摺到上面 摺一摺 然後再摺到下面 然後揭開正中 然後再揭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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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將這個揭起 這面的一頁揭起 然後將這兩個 你有沒有發現有兩個小的三角形 又是揭起 現在上面完成的時候就是這樣 揭開之後 我們會有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就可以揭開這一頁 然後揭開一格 令這三角形變成一個梯形的形狀 上面扁了 做完這一邊大家會看得清楚 揭開這個 揭開這一頁 然後我們揭開一點 它有些摺痕會幫助你去做到那個形狀 一個這樣的梯形 這個是眼睛的部份 好了 然後我們好像下面一樣 將這兩個三角形的白星熊打開 好了 接下來的步驟就聽清楚 我們要摺一個摺痕就是這樣摺過去 留意就是上面的角落是觸碰著的 而這個角落就是要接觸到這條斜線 剛才我們一開始有一個步驟 在這個位置摺了一條斜線 我們這個角落要觸碰到這個斜線 而這個角落是觸碰著一摺尖的 我做一次大家看看 這個樣子應該是這樣的 留意這個位置是接尖 上面頂的位置是接尖 但下面這個角落是觸碰到 一開始摺的一條斜線 我們將這個打開了 然後這一邊也是這樣做 這一邊會比較容易 因為剛才摺的那條斜線 你碰到那條線摺碰到就是剛剛好 好了 然後我們要做這個步驟比較複雜 這個位置會有一條摺線 我們跟著這條摺線 拉它摺它上來 但同一時間 下面這個位置就要摺尖它 下面這個位置要摺尖它 看著看著 跟著摺線 其實做出來 你要做的時候就不是那麼難 看的時候可能比較難理解 摺完之後是這樣的 摺完之後是這樣的 就不要摺了摺痕 將它掀過來的時候同一時間摺進去 然後這樣的形狀 我們就將它摺過來 這個時候你就會摺到下面的摺痕 剛才就不用 摺進去 現在就會變成這樣的形狀 這一邊也是 這一邊我們首先用這個摺痕 摺了過去 然後又是這樣做 我們跟著摺痕 然後下面同時摺尖它 再做一次 你們應該會覺得很容易 這樣的形狀 一樣 將它揭過來的時候 然後就把裡面的東西放進去 揭過來 然後就跟著摺痕摺出來 這個鱷魚的身體 比較瘦一點 好了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 將這個 其中一邊摺下來 我們開始摺它的手腳 將其中一邊摺下來 摺下來 摺下來之後 這個位置 摺過去 然後我們就要這樣做 這樣做 這樣做 這個位置 去到這裡 這個尖的位置 去到這裡 要摺進去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這個位置摺到這裡 三分之一 然後我們將它揭回來 即是鱷魚的頭在上面 然後 將這個手臂 向上 向上摺 這個 旁邊 就摺了過來 然後再摺下來 然後這個就摺下來 這個比較複雜 待會第二次的時候再看一次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要將 這條臂這樣摺過來 記住中間線是對回這條線 其實你會發覺是一個對摺來的 現在是摺到這樣的形狀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 將這個位置摺下來 然後這個身體 身體這樣壓過來 全部會跟回這條線 全部會跟回這條線 這個圓圓的形狀大概是這樣的 大概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 做完之後 我們就將它拆開 拆開 拆開 然後我們要做下底 下底的時候保持這個形狀 然後我們將下底這個位 這樣摺上來 揭上來 這樣我們又是 這個位置去到中間 這個尖位去到這個位 我們又要接入去三分之一 大概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很類似 剛才的手的情況 就是將這個位置碰到這個位 這個位碰到這個位 當然留意這個中間線 是碰到這個中間線 例如 他說 途中是這樣 然後將這個的位置摺上来 把它的身體被複補 好了 上下都摺好了之後 我們就來一次 們兩個位置同一齊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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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нт 這樣 上面和下面有些覆蓋 然後我們見到 這個是鱷魚的手和腳 這樣就比較粗一些 我們將它這個位置可以揭 跟著最面那層的線 就放進去中間 當然那些角落頭是對回角落頭 你會發覺是可以弄到見不到的 放進去中間之後 這裡再凸了一些出來 又再放上去 我們這個叫做連續做了兩次的回角落 一下一下一下 如果將來會接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然後很多角都凸了出來 很多時候會做這個步驟 一接下去再接上去 上面也是做多一次 我們將這個位置 跟著最面頭的線 接下去 放進去中間 然後再做一次 你會發覺鱷魚的手和腳 這個位置都是很尖 很幼 很尖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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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做到 然後這邊 其實是一樣這樣做的 我們首先 這個接過來 然後將這個揭去旁邊 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就接進去三分之一 這些剛才做過一次 這樣就做快一點可以 接著那個二分之一 接著他三分之一 然後 我們將這個 手揭上來 然後將身體 揭去這邊 把這個手揭下來 鱷魚的頭又貼上去 接著去到這個步驟之後 就把這個位置碰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碰到這個位置 中間線要對回中間線 這個其實是繁複一些揭來揭去的步驟 然後將這一頁接下來的時候 就揭回過去 跟剛才的位置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接著 然後將它還原 這樣 然後將下面的腳摺上來 接著就是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摺進去三分之一 其實下面的腳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摺到這裏 這個角摺到這個角 中間的線對回中間的線 摺了之後 一樣 下面這層摺上來的時候 就揭回身體過去 我們有上下也有這個線之後 我們就一次過上下一起做 這樣就可以做到 做到鱷魚的手腳身體 這樣 然後我們一樣 將這個多餘的部分 和上面的手和下面的手多餘的部分 就摺兩次這樣整幼 這個不用再看那麼多次了 我們很快地做了它 一次的Reverse Roll 然後再做一次就摺幼了它 做得好的話就會完全踏住了 那你就會發覺那個手和腳 就可以很幼了 做到類似這樣的情況了 然後要做的步驟就是 將鱷魚的嘴巴摺下去 扁一點點 一點點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就打開這個線 就摺進去 打開這兩頁 把剛才那個摺痕摺下去 當然是你做得漂亮一點 這樣就要做到好像 本來就沒有那個尖 好了 做完之後就做雙眼 雙眼 揭下來一點點 我們就把這個白色的角摺去 中間 這邊左右兩邊都是 好 還原上去之後 還原上去之後 就摺一點點下來 我們就看到它有白色的眼睛 有白色的眼睛 這個完了之後 我們就反轉了 這個最後階段 首先上面那個位置 那個角落頭 摺下去 跟剛才正面那個位差不多 高度 然後我們就把其中一邊 其中一邊摺過來 那個位是怎樣呢 就是剛剛你摺過來之後 那個手的位就會完全 揭開了 手的位會完全揭開了 這個位會完全揭開了 不會再有咒摺揭開了 然後下面又是這樣做 下面又是這樣做 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中間揭起了 中間會有一條摺痕 我們會看到 我們就跟回摺痕 摺緊它 中間這個位置就整理成這樣 然後另一邊也是這樣做 摺好了之後 這個位會伸開 然後下面又是這樣做 摺尖它 這個腳的位也是伸開了 然後我們又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跟回中間的線這樣摺扁它 好了 這裡會有一個鎖扣的 會有鎖扣的 我們將這個粒位 這樣摺進去 難看點 這個位這樣摺進去 摺尖了它之後 然後將這個部分 就摺進去一個袋子 就是形成的袋子那裡 你不摺尖它就摺不到 摺尖了就摺得到 這樣就會自然鎖住那個位置 摺好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鱷魚差不多完成了 最後步驟就是我們將手腳 屈一屈它 怎樣做呢 很具體 你很簡單地把兩個手 這樣摺一摺 腳也是 摺一摺 然後再摺一下 這樣屈一屈它 腳也是 很簡單這個步驟 每個人都做到 好了 尾部也有少少可以屈一屈 看看 尾部你會發覺很大部份都是硬的 軟的部份 摺上去 摺上去 然後 將它這樣 用那個摺痕屈一屈它 屈一屈它 最後再摺多一下 一樣這樣做 摺上去之後 屈一屈它 好了 大家試多幾次應該可以做得好 我們做完一個鱷魚 口可以打開 今天這個摺子比較難一些 大家可能試多幾次就會摺得到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今天用了很多時間 好了 拜拜